在后路旁堆满泡水家具 则剧志工抢擎天 占雨天 挨家挨户 防市造册 完成看灾造册后 还有另一个考验在等着志工 由于现在是MCO期间 我们不能够进行大型的发放 只能够进行小型的发放 最多只能够集中20个人 所以虽然我们发放的人数不是很多 但是我们要分成四场来进行 每一场大概20个人罢了 发放需要向警方申请 现场志工遵守政府规定的防疫SOP 而事前准备工作不求到位 今天呢 我们就是带着全球实际人的祝福 还有我们师父的祝福来给大家 祝福平安 健康 我真的很感恩耶 因为我没有想到你们会给我们车系 这个基金的你懂吗 我们是真的是想来一个打个招呼 我没有想到会有给我们车系 就是我听到有的时候 我已经是在内心在笑着的 因为我真的很需要的 不是讲笑是真的很需要的 我感到很感激烈了 我没有想到你们这样迟了还留 但是我是早上听说你们来了 然后也有派一些祝福 然后也有一些像被挡这样子的东西 可是我就以为你们走了 因为我也是有经名字 我以为是没有了那就算了 然后原来是填错号码 然后实际的志工们也是有 就是到处就是找我的东西 还是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不过也是非常感动 非常干净 代新闻 真善美志工 廖敏于马来西亚报道 年初一的会计 pau